啊來了來了 監視器清楚拍照 白色轎車飛越分隔島衝了過來 撞倒燈桿後再衝撞路樹 車子翻轉一圈半後停在人行道上 這個時候造型燈具整個砸了下來 好險沒有砸中轎車 巨大撞擊聲響 民眾及保全人員都嚇了一大跳 衝過來關切 路樹斷了 燈桿也倒了 整輛車撞得稀巴爛 安全氣囊爆開 年輕駕駛只有腿部輕微擦挫傷 員警到場他竟然說 不知道事故是怎麼發生的 因為他的身上散發出濃濃的酒氣 發生過少都不記得 我們先酒測好不好 OK OK 我酒測網可以買鹽嗎 我們程序要做完你才可以離開啊 結果34歲的王姓駕駛酒測值超標 製撞車禍是發生在19號凌晨4點半 地點就在民生民權路口 車上擺了一張警友會的證件 疑似警友會員的駕駛 竟然喝了酒還開車上路 你是不是有喝幾瓶啊 華姓駕駛向警方表示 於昨日晚上啊 在青年路附近酒吧 與朋友一同飲酒 那飲酒結束後 獨自駕車 要前往鳳山區住處啊 我以外 以外不是前駕駛駛駛駛駛 不斷炸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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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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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